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身我自己就是做酒 做了五六年 那 那个时候想要开酒吧 所以就跟鸡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想要创立这一间档坡 那原本不是要创立这间档坡 是我们在早点的时候 找到一间老档坡 2019年的时候 这间档坡 目前这间长档坡快收起来 我们得了这个消息以后 我们就想说 要不来 我们来做一个档坡形式的酒吧 像我们档坡主要不是要去接受你 典档昂贵的一些物品 我们主要物品是一个媒介 物品背后的故事那才是重的 所以我们这边什么都能档 只要有故事的都可以做典档 我们不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也更重视台湾的土地及文化的连结 所以我们制作出许多关于台湾的调酒 例如像是包刀海波浪 它是以i-bo为圆形 把威士忌改变成台湾的格马兰威士忌 那把苏打水替换成台湾的经典台皮 再加上原住民的辛香料马告做风味的连结 都是来自于台湾有名或是台湾现有独特的一些辛香料 然后去作为这一杯调酒的元素 然后去制作的这一杯叫做包刀海波浪 也是一间档铺 也是一间愿意请听听故事的酒吧 我们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 你的故事扔到你的物品 给我们一杯酒的时间 让我们来请听你的故事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档吧的故事 欢迎一起来听 Bonnie's Talk 把你拨起来